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此彭斯在采访中说 专机选择这样的路线本身 也是一种自由航行的论务 他说我们不会接受恐吓 不会退缩 将会继续执行航行自由论务 由于本月底 川普与习近平将在阿根廷 二十个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就中美贸易战等敏感问题进行商议 彭斯的讲话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要分析彭斯的讲话 我们还需要联系到十月份 彭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 发表的对华关系及政策的演讲 其内容涵盖中国的贸易 军事 人权 以及干预美国政治等领域 这是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最全面 最务实 最清醒的阐述 也是尼克松总统以来 美国第一次如此严厉的抨击中国 彭斯指出 美国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经济 更是政治上 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 尊重私人财产 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 尊重人权 但美国人的希望落空了 彭斯说 如川普总统表明的 我们希望与北京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 共同发展两国繁荣与安全 而不是分开 尽管中国领导人现在距离这个目标 渐行渐远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领导人 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我记得当时对于彭斯的讲话 舆论界反应不一 有学者认为 由于中期选举的重要性 彭斯的这番言论 有利于调动保守阵营的情绪 从而帮助共和党获得选票 还有学者认为 彭斯的这番讲话的目的是 激发美国民众的危机感 证实贸易战的必要性 但也有学者认为 彭斯的讲话标志着西方社会 对中共清醒的认知 习近平的愚蠢和狂妄 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他们将彭斯的言论 与71年前邱吉尔的铁幕演说 进行了比较 认为标志着中国与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间 新冷战时代的到来 但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一个月后 彭斯就直接用冷战与中国摊牌 如何看待彭斯副总统的讲话 什么是中美之间的冷战 中共将会做出何种抉择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 美国摊牌贸易战是冷战的前哨战 关于中美贸易战 中共高层和众多学者 一直存在着误区 一是认为川普是个商人 商人重力轻易 所以贸易战不过是美国人 要剪羊毛 给足利益后 贸易战自然消停 二是认为贸易战将是数决战 一旦中期选举结束 川普将很快结束贸易冲突 三是认为只要承诺 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就会被美国相信 但事实证明 以上的判断都是错误 首先彭斯十月份的演讲 针对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贸易战 他对中共侵犯人权 科技盗窃 大外宣等多方面进行了抨击 彭斯在专访时明确提出 中国只有对经济 军事和政治行为做出彻底的改变 才有可能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 所以美国的贸易战绝非剪羊毛 那么简单 其次目前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尘埃落地 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 但继续执掌参议院 但中共并未能赢得转机 相反下一届众议院的议长是民主党的南希佩洛西 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士 他曾在六四后到天安门外静坐 抗议中共大屠杀的暴行 糟糕的人权记录将是中共难过的一道坎 另外彭斯指出 美方看重的不是来自中方的口头承诺 而是最终的结果 白宫对华鹰派人物纳瓦罗说 美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性能问题 所以继续往口汇而时不至的花火是不行的 我的观点是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中美冷战的前哨战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冷战都见在悬上 不得不发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 只不过是这两大国之间 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 进行的大范围冲突和对抗的一个部分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全面的对抗终将难以避免 从表面上看 是川普总统打响了对中国贸易战的第一枪 但是冷战的格局的形成 却是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习近平上台之后 在国内实行新极权主义 政治严重倒退 在国际上通过在南海 台湾 日本 朝鲜 叙利亚等问题上 进攻性的姿态 通过在国际舞台上 大力推行 一带一路战略 和宣扬中国道路 和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等举措 加速了这场冷战 由隐性向显性 由局部向全局推进 我们可以说 新极权招来了新冷战 川普是公开抛弃 对中国加入自由民主阵营幻想的 第一位美国总统 他从贸易层面入手 务实地承认这种对抗的存在 并着手全面应对 理解了这个特点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场冷战 会以贸易战的形式 作为前哨战 也能理解 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等国 虽然也与美国 有着经济和贸易的纠纷 但是却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 与美国坚定的站在一起 第二 什么是中美冷战 1946年 文士顿丘吉尔首相访问美国 3月5日 他在美国总统杜罗门的母校 威斯敏斯特学院 发表的题为 和平抵住演说 他说 从波罗的海边的石切金 到亚德里亚海边的 李亚斯特 一幅横挂欧洲大陆的铁幕 已经拉下 此演讲正式拉开了世界冷战的序幕 对于新冷战的观点 复旦大学 孟维璋博士持批评的态度 他指出 川普本能对于意识形态问题 并不感兴趣 新冷战这个事儿 知虚乌有 冷战必须有剧烈的意识形态分析和冲突 我的看法是 美苏冷战 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儿子和对抗 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谁要战胜谁的问题 所以冷战表现的形式为 在政治上两大集团的对抗 在经济上几乎弹绝往来 军事上是代理人战争和直接的对峙 而中国与美国的冷战 并不是二战后冷战的重演 它不再使意识形态敬畏分明 两大军事集团对峙 经济上互不往来 而是有更多新的特点 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认为 目前美中关系 已经进入实际的冷战时期 因为冷战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冷战 第二就是目前的情景 全方位的在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 人权贸易等各方面展开全面的对抗 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 就可以说冷战已经开始了 第三中共抉择 义和谈抗美还是改弦跟张 彭斯副总统的讲话表明 美国已经将球踢回了北京一边 习近平和中共的高层将如何抉择 一种选择认为美国欺人太胜 拒绝改革继续与美国对抗 历史将会按照预设的版本 进入美中全面对抗阶段 这个时间不会太远 清华大学政治系吴强先生认为 在彭斯所列举的清单中 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在上海进博会的讲话 跟彭斯所列举的关于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要求相比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远远不能满足美方在贸易战之初的一些基本要求 官媒近期发出了一系列有关爱国主义的报道 本周三新华社发出题为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谈反帝爱国运动的文章 称义和谈抗击八国联军 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外来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 通过唤醒中国人民粹主义情绪和百年耻辱的历史记忆 用现代义和谈来抗击美国不仅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 相反让中美关系一夜间退回到改革开放前 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另一种选择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 放弃新极权主义的倒行历史 先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 再进一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走向限制民主 这是一条最低成本的转型之路 但它需要中共高层的智慧和勇气 是继续维护共产党红色江山和权贵集团利益 还是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 是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必须做出的抉择 海外党媒多维网披露 中共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幕四十周年的十二月十八日 举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四十周年大会 尽管该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但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知道 在美国摊牌后 中国人民与他们的摊牌时间 已经越来越近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